继续介绍极端职业模组 好的我们是邪恶赌怪 开局连电线假装做任务 看看能不能看出一些职业 木铃一直在跟着我呀 感觉想和我双刀 行来吧 关闭食堂和库房的大门 看看穿透有没有人 没有人看监控好机会 严明下去了 可以回去刀了 碰巧报告了 他们说小金面刀了 小金说猜他为什么不报告 警长吗 要给他15秒 大家都不相信 他说4月是传送师 可以放传送通道的 那先记下来呀 之后有机会给他堵了 看一下他的什么职业 居然是财狼呀 这里有财狼在场就容易多了 食堂有个传送通道 我来试一试通道哪里的 可以传到管理 这没什么大用啊 木又跟着我走 还是想双刀呀 破坏一下灯光 怎么电箱跑到反应堆了 看来队友有个是邪恶搬运工 估计是低消了 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不休了 我们就待在旁边看有多少人进来 进来的少呢 就直接刀了 烟花进来了 再见 我先进管道了 木看来呢 也想刀一个 但这有点危险呀 搞不好会被抓到 报告了 木还是没有出刀 陆里也没了 陆里保护军师牺牲了 陆里是保镖走的 军师是什么职业不清楚啊 低消砍了军师 结果陆里用命给他挡了一刀 只能出低消了 果然是个搬运工 五个传员 两个内鬼俩 猜狼 木你怎么不休啊 当着霸总的面 你不去休 等会他肯定怀疑你的 霸总怀疑木了 史蒂夫说他有扫描 木说明基弃票了 明基说他能代理提消 那古迪是个代理人啊 我先分析一波 4月是传送师 史蒂夫是传员 军师派登了 大概率不是猜狼 明基如果是真带领 那霸总 困狗 阎明三个人出猜狼和跟班 我觉得霸总有点像猜狼 困狗和阎明 应该是有个跟班 明基和木顺出 一个气票 一个不休灯 他俩都要被除了 等会和木再来个真双刀呢 应该就清楚了 明基是真代理人 霸总应该是个猜狼 那现在呢 内鬼和猜狼加起来的数量呢 正好和传业一样多了 史蒂夫是真扫描了 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就先叨了他 队友破坏了反应堆 啊 这么快就修好了 有个工程师在场秒修破坏了 感觉像是军师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报告了 还没双刀呢 要出木了 我说史蒂夫扫描了 先把四月传统师给堵了 然后我们直接投票 出去刀一个再堵其他人啊 困狗和阎明 我们必须要刀一个 木也觉得军师是工程师 阎明让我堵 那我现在堵不了了 已经投票了 木说霸总开局和小金在配电 霸总100%是才狼了 先不管他 去砍他的小弟 困狗和阎明随便刀一个 再报告堵军师工程师 如果霸总没说什么 说明另一个是跟班 那这样呢 咔咔全堵了 就剩史蒂夫一个了 我们先等冷却时间吧 不知道修里还有秒修次数吗 灯会再搞一次破坏 他们都在住旁边 看来是想直接拍灯继续出啊 先假装做任务吧 队友破坏了氧气 我们来修一下吧 做给霸总看的 他在迷我在暗 不然肯定先砍我啊 这一轮他肯定要出刀的 已经暴露了 哦 他没刀我啊 快跑快跑快跑 开始追我了 我们遇到困狗和阎明直接刀啊 看到困狗了 直接刀了 报告吧 不给霸总看我的机会 准备赌了 如果赌错了死了算了 哎 军师也被刀了 霸总是懂得卡刀的 他说我把他的跟班给刀了 说咱俩出去一人一恶 问我看伤了哪个 行 去票吧 从来只能做任务了 俩带宰的小红帽被大钢盔猎杀 我就怕爷明是个跟班 既然他们都投票了 我把霸总赌了可以吧 好 哎 真刺激 史蒂夫居然偷偷出我了 没有中立了 那最后就好办了 霸总我替你刀了 你连手都不用动一下 我替你解决他俩好吧 修吧 修吧 修完我就关门了 这种局面不可能输的 保险起见呢 我们刀史蒂夫吧 队友关门的手术可以啊 我贴到史蒂夫了 你俩想回师堂不可能了 必须要躺倒一个 要怪就怪传送师 为什么不再反应堆 放一个传送通道 哎 结束了 赢了 怎么只有五个人的结算呀 史蒂夫是个摄影师 这还真看不出来呢 严明是什么也不知道